我是上海一名小学老师 我尝试用35分钟以外的课余时间 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发挥创意的空间 和孩子一起用创意来创造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有生命力 就像妈妈的肚子一样 很温暖 很亲切 我发现孩子他不是一张白纸 我觉得孩子需要激发 我们需要对话 那肉在用什么颜色可以调出来 用红色 红色 还有白色 真棒 一团旧毛线 一个废旧轮胎 就能够激发孩子们非常大的创造力 他们就能够创作出很美的作品 我来上海当老师六年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给我带来灵感的城市 在这里最开心的是和孩子一起创造 一起成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